你们把洗碗那个再试一下 洗碗的 这也要试吗 好不容易我来 我给你们调调戏 是这样 你要有那个情绪 我在假装洗碗完 对 我想是这样 今天是她过生日 早就说好了 你们想一起给她过个生日 过生日 你给她做了一大桌子饭 然后她说六点钟回来 现在十一点 正在自己一个人洗碗 她回来了 嘻 哇 这个情境 我渲染得太好了 她回来了 对不起 是我回来晚了 还剩武器呢 吃饭了 我给你做 嗯 我给她 我给她 我这不脸都红了 还行吧 快 这会给你长大了 哇 你势体要这样的 就是你看 你有这个感觉了之后 你们之后弄啥都对 怎么都舒服 是 你们为什么会想那个失忆啊 这些 因为当时觉得 校园剧 确实是特别一个特别美好的事 嗯 但是怎么能把这个东西 强调的更美好呢 我就觉得当一个人 你失去了这一切的时候 当你回忆起来 曾经发生的点点滴滴 才会有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 就是那种让人又心痛 但是又美好的感觉 我觉得这可能更 更抓人一点 我喜欢 我前两天出去的时候 我也录了很长一段视频 然后因为我就怕我会忘记 可能我忘记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忘记 嗯 但是当我 我知道我把它记录下来了 我就觉得 这个特别珍贵 嗯 是 这就是我觉得很多影视作品的 这些片段 如果你们真的是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记录出来的话 我作为一个观众啊 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美好 嗯